hello大家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视频呢是一个新手眼影盘指南 我觉得如果在我当年刚入美妆坑的时候 有一个人可以做一个眼影盘指南给我 告诉我我应该如何选择眼影盘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就不会走错那么多坑 所以今天呢我就稍微总结了一下 我会把这个视频分成上下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新手误区的眼影盘 第二部分就是比较正确的入坑方式 如果你是新手小白或者眼影盘小白的话 就继续看下去吧 我觉得入坑的第一步呢 就是要先认识自己 知不知道自己的眼型是什么 是单眼皮双眼皮内双 还是长眼或者短眼 大家先要认识一下 先拿个镜子对着自己照一下 确认过眼神 你才知道自己到底该适合什么样的妆容 我刚开始的时候两只眼睛都是单眼皮 我觉得画眼影对我来说就是种浪费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去Mac的专柜 那边Sales帮我弄一个眼妆 出来之后我的眼睛就完全像是被人打了 而且是被人打了瘀青瘀的好大一块 老外不太熟悉中国人的眼睛 所以他们会按照欧美人的标准来给你画欧美妆 但是单眼皮 我以前又是种眼泡嘛 根本就不能看那个眼睛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对于眼影就完全放弃了 我觉得我这辈子根本就不需要眼影 眼影对我来说就是种浪费 所以我就只画眼线 那个眼线画的粗的 种眼泡大眼皮的话 你眼线画的很细 眼睛张开来根本就看不见 如果有跟我同样经历的小线 你们在这边跟我弹幕或者留言 所以眼线一定要画的特别特别粗 而且是黑黑的拉着一条 哇天 现在想想真的都是回忆杀 都是杀马特 而且在那个时候 年轻又没有人指导你 我还不会看YouTube 所以就完全不会 按照自己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造型就特别的可怕 所以今天呢 我来指导一下大家 我虽然不知道该如何帮大家去很好的画眼影 但是我知道该如何去挑选眼影盘 第一部分呢 就是你选眼影盘的时候 颜色不能太艳丽 不能太彩色 每盘都是红橙黄绿青蓝紫 那种是完全不能选的 刚容坑的小伙伴一定跟我曾经是一样的 就是觉得哎呀眼影盘很好看 所以不管是什么颜色都会买回家 就像我手边这里有两盘 这一盘是红色系 这一盘是紫色系 当然红色系的这一盘会相对来说 比较稍微日常一点 但这一盘紫色系真的就是不能看 这一盘是Raymo之前出的一个紫色系的眼影盘 当然这是我后来买的 因为我就是想收集一下这些颜色 看看我以后能够驾驭这个眼影色的时候 我能尝试一下 那像这种眼影的话 新手是根本根本不要去看的 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搭配这些颜色 就算是老手也都很想去避免这些颜色 除非你是想把它放在家里 或者你想要自己去创作这个眼影的话 但是新手真的是很不推荐这种眼影盘 二是像是被家暴或者被人揍了的 这种眼影盘的话一定要pass掉 不要去看真的 露过它放过它也是放过你自己 第二点呢就是选眼影盘的时候呢颜色不能选太多 过于重复你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去搭配 比如说我手上的这一盘Morphe 这一盘是35F 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颜色你们就能理解 就这样一盘眼影盘 新手去如何自己搭配 颜色几乎很相近 你可能很努力的花心思去配出一个颜色 去挑一个颜色 最后发现画眼睛上都是一样的 一是不好搭配 二是颜色重复性太高 三是有点浪费 这种眼影盘大家不要去看 颜色很大地很日常 但是颜色过于重复 画来画去都是一个颜色一个样子的 所以真的不要去选 Morphe的盘我就这一个搭盘 我有想过去入它其他的大盘 但是到店里去看了一下颜色 就感觉没有那么大必要 太重复了 它在盘子上看出来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有微微的不同 你刷在手上也是有微微的不同 但是你上到眼睛上再把它晕开来 那就不好意思 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种大盘 大家一定要去尽量的避免掉 第三点呢 就是尽量避免掉那些贵价的 又是显色性特别高的眼影盘 比如说Huda Beauty 比如说Pen McGrace 当然了 如果你真的特别特别特别有钱 你钱就是想往大海里洒的话 随便洒真的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说你是想很经济实惠的 想刚开始从入门级级别的话 这些眼影盘不要去学 因为它的显色性过高 太高了之后 你上手就算你是真的很轻很轻的去画 但它显色性高了之后 它显出来的颜色也是特别的重 而且再加上新手很少会知道该如何去运染 乱运染的时候 你又运出来太多的话 你还是一样的 感觉自己像被人打了 而且贵价的眼影盘都不便宜 没有必要去花那么多钱 去真的买一个Pen McGrace 还不如花那些钱去好好的买一个粉底 我在这边说的 只是对于新手真正的想要去买一个眼影盘 去日常用的话 那那些盘就可以直接pass掉 第四点就是盲目乱买眼影盘 很多眼影公司呢 他们会出什么联名款啊 什么Cathleen Lye啊 Jeffrey Star那些眼影盘 讲真的没有必要 因为他们是按照他们的喜好 出的这些眼影盘 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 他们的那些眼影盘都是特别的colorful 像Jeffrey Star跟Morphe的那个眼影盘 我的老娘啊 就按照自己的眼睛 自己喜欢的颜色去买就可以了 真的不用去follow这些明星没有必要 下一点就是看包装买 我相信有很多小鲜女们肯定刚开始都是包装空 不会选眼影盘 然后又不会选颜色 那怎么办 就看包装 看哪个颜色好看去选哪个 你如果是按照包装来选 不是按照里面颜色来选的话 有很多包装特别好看 但是里面的眼影盘真的要吓死你的 那你这就踩了雷了 你不能被包装所骗你一定要先看里面的颜色 就算这个包装很一般 但是里面颜色很实用的话 那为什么不去买那些呢 你不是为了包装而生的 包装没有办法让你画眼影 是里面的颜色让你画眼影 所以这一点真的要敲黑板 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像那一些最爱出很好看的包装 比如说TUFACE TUFACE的包装真的太贤女 太公主 太可爱了 它会隔一段时间出一个包装特别好看的眼影 或者说那种限量版的包装也特别可爱的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就是不要被包装所迷惑 下一点就是闪片色 像Stella的眼影 你刚入坑去买这些很bling bling的眼影闪片的话 真的没有多大必要 一个是因为你不会日常去用它 它是要那种比较特殊场合 或者说去郊游 就完全不适合日常来用 你上班上学涂一个那个 老师或者老板不把你给赶出去啊 那些眼影闪片容易让你把自己涂得像夜店里的那个闪球一样 特别耀眼 刚入坑的话没有必要去花这个冤枉钱 真的很冤枉 没有人想把自己化成一个美猴王的 所以这一个就直接pass掉 第七点不要去买单色的眼影 比如说橘朵 比如说colourpop 还有ELF的 NYX的 有这种眼影 单个你看 真的很好看 但是没有必要真的去买 像橘朵的眼影真的还好 它可以把它抠下来放在磁盘上面 拼成一盘 所以这个没有关系 但是colourpop的眼影盘 巨难抠 你抠不出来 你把它放在那边 你日常的话 你很容易会忘记有它 像那些颜色你横着摆太占地方 你把它竖着摆你看不见颜色 那何必呢 你不如花这个钱去买一整盘眼影盘 或者说去买那些能抠下来的眼影盘 这样子的话你拼成一盘 你自己也能去日常去用 ok 下一点 应该 12345678 应该第8点了吧 不要去买全是闪片的眼影盘 比如说我手上的这一盘MELANI的 这一盘眼影盘全是闪片色 除了边上这一个黑色是雾面色 但是其他的都是闪片色 像这种眼影盘 没有一个雾面打底色 它也没有一个雾面加深色 它需要去搭配其他的眼影盘 才能完成一个很日常的 很正常的妆容 你买了这一盘眼影盘 你还得花钱去买一个其他的 能补它不足的眼影盘 所以完全就是浪费钱 你不如去买一盘自带雾面打底色 自带雾面加深色 又有这种布铃布铃的颜色 我手上还有一个就是 Mushbox的这一个 我那时候只是贪图它的一美色 你看这个颜色 Oh my god 两个闪片 而且还不是日常的闪片色 再加一个雾面的鲁色 买回来到现在 我根本就没有动过它 不知道该如何去动它 这个大亮片我很喜欢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把它搭配到我正常的妆容里去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去买这种闪片色 下一点呢 就是不要去买节日限量盘 比如说Colourpop Colourpop真的就是每个月都要出好几个颜色 就不出颜色感觉它会死一样 我手上这边有一盘 这个应该是前年冬天的 还是大前年 我已经真的不记得这个眼影盘了 真的是很早很早拥有很老的历史的一盘 是我完全没有做功课的情况下 按照自己的喜好 入的这一盘眼影盘 你们来看一下这一盘眼影盘 满满的闪片色 完全没有一个珠光 这一盘眼影盘我就是摆着看的 到现在我连摸它试个色都没有 全新的一盘眼影盘 这种眼影盘没有必要去入它 还有很多Colourpop其他的限量盘 我真的是不想多说 颜色都是出过的颜色 它只是重新再把它们搭配在一个盘里 然后再换一个包装让你感觉 哇哦 这个眼影盘我要买 其实你都有 你自己去看一下自己的眼影盘 你会感觉这些颜色我都有 而且似曾相识 几乎都是能用其他颜色来代替的 很少有不能用其他颜色来代替的颜色 像Colourpop的眼影盘 它们时间一长了之后会干 不管是眼影盘还是单颗眼影 或者土豆泥质地 那就会影响它出来的颜色和效果 那为什么大家去浪费这些钱呢 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Wide and Wild的这个三色眼影盘 哇这个眼影盘我哭死了 它这每一盘颜色都是比较奇奇怪怪的 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为什么脑残就是入了这些颜色 没有办法正常地组成一个妆容 至少不日常 价格特别便宜 刚入坑的时候看什么便宜的 贵的买不起便宜的随便买 一入入三个 它每一个配色都很魔幻 比如说这一个颜色 它这里有一个比较肉粉色的打底色 一个这个比较棕色带小闪片的一个这个银色 这三个颜色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去组成一个妆容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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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 一定要大家注意 千万不要去买灰色调的眼影盘 我知道这里大家肯定有问题 什么叫灰色调 我这边会放两张图片给大家 一个是暖色调 一个是灰色调 大家能从里面看出来 就灰色调的眼影盘是那种 由内而外散发着一股灰萌萌 雾萌萌 脏兮兮的感觉 它不是那种明亮的鲜艳的 让你看上去就暖暖的那种颜色 灰色调眼影盘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入 或者就是黑布隆东的眉球的感觉 真的千万不要去试 灰色调眼影盘我自己从来不会去买 我这边根本就找不到任何一盘是灰色调的 所以没有办法给大家举例子 只能放图片给大家看一下 而且从图片来看的话 大家应该会更容易一点 因为相机会有色差会一定的吃色 但是图片绝对不会 我这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入售的第一盘眼影盘和第一盘大盘眼影盘 这两盘眼影盘都有很长很长很长的历史 这一盘是我当年刚来加拿大上买的 已经有十年了 这一盘应该也有七八年的历史 我们现在来说一下benefit这一盘 这一盘现在还有的卖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它还有的卖 当年刚来的时候完全不懂 新手小白眼影盘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买个新鲜图的快乐 然后我就入了一个大雷瓶 这个颜色看上去 乍一看好像没有什么 但是大家仔细再乍一看一下 乍两看吧 它一个是眼影打底膏 我从来没有用过 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去用它 中间这个颜色是一个 偶粉闪片色 然后这里中间的颜色 咖啡闪片色 最旁边的一个颜色是带着小猪光 mini猪光的咖啡色 这三个颜色大家重新再来欣赏一下 能感受到我说的那种无助感吗 我真的有很努力的去尝试过 这个迷一样的颜色 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去驾驭 每次我用它的话 我都是去把它去搭配其他的眼影盘 所以绝对不会是单用它 单用没有办法用它 如果说是双眼皮的话 那大家可以尽情的去用它 因为双眼皮的话 你就算拿闪片色去当打底色 也不会显肿显泡 但是我的眼睛是肿眼皮 再浅的闪片色放在我眼睛打底 都感觉哇 你的眼睛是金鱼眼吗 下一个我来说一下这一盘欧莱雅的大盘 你们看一下我这个用的这个痕迹 我是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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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日常去用过它 而且用的次数还真的不少 现在已经这样这么稀稀了 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去拿它 这盘眼影盘乍一看很日常 全是大地色系 不会出错 有闪片有雾面色 有打底色 有珠光色 百分百不会出错的眼影盘 但是问题在哪 问题就在于它真的太大了 我很努力的把这个颜色给用凹了 看一下这边这几个眼影盘 我几乎没有用过它 我用到的是哪 是从这边到这边 这个颜色都很少用 能看出使用痕迹 就哪几个颜色稍微凹一点点 大家就能知道 买这种不会出错的这种大盘 完全不会出错的 但是你有很多颜色是用不到的 你根本就不会去用它 那你何必去花这个钱去买一个大盘呢 你还不如买一个小盘 而且所有颜色都能用到 到后面你有了更多其他不一样的颜色了之后 你知道该如何去画眼影了之后 你更不会想要去用它这一盘 你会感觉 这个颜色很一般没有什么突出性 又不是说很符合我今天的心情 那我为什么要去用它呢 就很多时候都会出这种心理 我比较推荐的眼影盘呢 我到时候会在夏季里面全部推荐给大家 所以大家不要着急 这个上季呢 只是告诉大家什么不该买 这个就是不该买 这么多条下来 不知道真的有没有让你们记住哪几条 重中之中 买适合的 买需要的 就这两点 如果你只是图一个经济实用 实惠日常的 记住这两点就够了 其他的对你来说都是之后要走的路 请大家follow我这12345678条 我也不知道多少条了 follow下去 你真的不会去出错 你不会去花冤枉钱 去买你不该买的眼影盘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击订阅 弹幕 点赞 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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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